百猴鹰这个忍者在上次的大版本更新中调整了两个技能滑动到普攻的樱花月CD时间 但前提是你不能追加普攻或者是命令对方 这样的话有5秒的一个CD 刚开始我在实战中很少会用到那个5秒CD的樱花月 基本的都是会追加普攻或者是抓取打伤害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百猴鹰的一个实战效果 对面手里没有技能就让他敢普攻 那我普攻抓到你一个后摇 即便是他不普攻我手里还有一个霸体秘卷 这个百猴鹰整体拉伤害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原来他也是高伤害著身 如果你拿了线柔以后尽量先觉醒 这样的话伤害会有一定的提升 同时如果你出现一个白色血条的话 觉醒以后的攻击还会恢复一定的血量 所以说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忍者打着打着 哎 血又回来了 这个地方应该用樱花月觉醒的 可能还会恢复一定的血量 但是我怕那个樱花月跳起来抓取不到 所以直接用了一个X轴突进的抓取效果 我们快速用奥义把这个带走 接着来看第二忍者漂泊武士再不展 我们开局的时候先尽量拉开一定的距离 这个漂泊武士再不展突进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他带了个怒蜜卷 肯定是开局直接买能量条 我们直接樱花月过去拿线柔 但是没有命中 贝他拿线柔 我们提升一个技能抓取 你还想防反 手里面技能居然秒踢 那只能丢通灵 我们快速再砸个熊猫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用樱花月进入到觉醒状态 然后再拉一波伤害 你看这个血量还恢复了一些 接着在长安一级呢 打出去 这个时候我们过去用普攻一旦两下 偏格地深 但没有衔接好 出现了个倒地的情况 贝他拿线柔 我们快速提升 你以为我没有抓取了吗 这个忍者的樱花月优势 就是你一技能直接释放是一个抓取 但你二技能滑轮到普攻 也是一个近距离的抓取 所以说你碰到百花鹰的话 尽量不要在近距离放这种防反技能 但像白面剧那个反弹 或者是会得用的防反 这样可以防御一些抓取技能 那个倒是可以 对面这个漂泊 是赛部展的防反 没有一次成功的 全都被我抓取给破掉了 接着看 虽然剩一个霸体的新春止水 这个新春止水的起手速度非常快 我们开局尽量先躲一下 然后找准机位一个技能冲过去 他两个技能全交完 我们卡在下面 直接突进过几机技能抓取的 你如果敢提升 我就开把题 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一下 这个五秒的樱花月跑出去 因为当对方打算用普攻 抓到后遥 或者是起手速度比较慢的技能 那这个五秒的樱花月就非常好用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用普攻衔接一下 然后再觉醒 这样的话 当他提升 我们手里还有另外一个技能 释放樱花月 而且你看这个百花鹰 拉伤害的速度非常快 只要一次失误 就可以把血量叉直接拉回来 那么你提升 直接反向溜走 这个技能 如果没有空中判定的话 还真可能会躲掉 好了 这就是百花鹰的一个实战效果 各位觉得他现在的强度如何呢 今天视频道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